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文件提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以往多轮的公众咨询建议合并只有一轮 公开的聆讯也都变成只是在成规会有需要之下 才邀请申述人出席 多局也都探讨可以局部核准草涛 和赋予局方或者储方高层批准较简单的程序 在收回土地条例 政府可以在行会批准用途之后 开始收地和发放补偿 不需要等埋款 并且容许边填海边规划 亦研究不处理在不同条例之下 曾经提出的相同反对意见 对于一些前期研究或者顾问的工作 其实是没有影响到的 所以政府将来要去填海的时候 他都要继续去做足够的研究 然后另外还评那里都要做足够的 不过他也都认为对部分的建议有保留 除了发展局修订的五项法例 还有环境影响评估条例 将会由环境局提出收定 至于领国土地供应来源就是港铁 最新有将军澳百姓角的项目 市传保地价11亿 有測量师就认为保地价的金额合理 相信日后的实用尺价可以达到2万元水平 对发展商有吸引力 将军澳百姓角通风流项目 刚刚在星期一截收二项 港铁随即在星期三推出照表 市场消息说项目的保地价金额 略高过11亿 以可见住宅楼面29万尺去计 每尺大约3789元 比鄰近的日出康城13期 在2020年底批出的保地价 每尺大约3600元 今次高出大约5% 有測量师表示保地价的金额合理 除了保地价金额 今次港铁提出的招标条款 反而分红的比例并不是固定 而是发展商自行决定 作为决定胜负的关键条件 和过往较常用以一口价决性有所不同 此外项目的前期费用是大约5000万 这个中型发展项目的规模 在超顺路临近环保大道交界 住宅楼面29万尺 地皮将会设有面积限制 所有单位的实用面积 不可以小过280尺 可见大约550个单位 张桥坐预期 项目未来的售价 每尺在2万元水平 以现在的保地价金额 计算建筑费和分红 会有一定的利润 与现在的日出康城项目差不多 在二手市场方面 近期业主的心态就明显转弱 有业主更加因为股市波动 而减价卖楼 不至于在红磡都有单位 低贯银行股价出售 不过原因就是移民 大幅劈价两成 股市大幅波动 个别的业主一时失去信心 就减价沽出手上的优质单位 代理表示大角咀港湾浩庭 7座一个高层B室 实用430多尺 开迹两房 因为星期二港股大跌 即日减价45万 以790万沽售 成交赤价18100元水平 低个别银行的股价7% 由代理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到 单位可以望到避风塘 2至九龙站一带的景观 本身装修企理 在去年7月的时候 曾经有人开票 出价130万乘接 但是业主无接受 虽然减价5% 但是以原业主 在2004年的买入价 只是大约215万计算 账面仍然大赚570多万 单位升值2.7倍 过往的经验 股市先行 楼市都会跟着走 我们看到第一 准买家的而且入市的意欲 相对是慢了一些 第二 亦都因为股市的波动 业主的议价空间 也都是多了的 但是我们过往看到 股市大跌 譬如说 之前的几年前 股市大跌三成多 其实楼价都是跌了一成 所以我觉得 随着股市 主要都是一些突发的事件 令它回落 所以我相信这些事件稳定 股市回稳 准买家就尽心回复的话 有机会又会加快 入市步伐 同样的低市价个案 来自洪磡的海一豪园 砌价的原因就有所不同 15A座一个高层B室 实用大约1100尺 开积三房套年工人房 同样望到海景 在去年11月 开价达到2700万 因为打算移民 大幅劈价达到560万 幅度计达到两成 以2140万转手 赤价19000多元 比个别银行的股价 更加明显低一成二 原业主在2009年10月 以1120万入市 12年间 账面获利1020万 单位升值九成 除了大幅减价 有人买入低价放盘之后 也都要突然放弃交易 在大角咀的一号银海 一座一个低层四房 实用1500多尺 原本在月头 以4,450万卖出 是一宗涉样的交易 但是买家最终撻订 估计最少损失 超过130万的订金 但是未计可能要赔偿的佣金 单位的业主 随即加价250万 以4,700万重新放售 不过二买入价 近4,620万计算 仍然要涉及费费 据了解 业主是内地人士 因为疫情爆发 决心沽货离开香港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由置业有法 政府推出的住宅租金免税安排 对收租的业主 都可能会有影响 原因是什么呢 欢迎订阅 我们一起听听 香港经历疫情 各行各业都被受影响 为了减低市民的负担 政府首次推出租屋税务免税额 20万元作为封顶 减轻不少租楼人士的负担 但随着政策开展 不少以往因为任何原因 楼部物业税的业主 都有机会因此负上刑事责任 因为不少业主 在出租物业的时候 虽然有签订租约 但就没有上报税局 律师说这样做并不合规 先说现行的做法 就算没有租楼的免税额 其实买业主要出租给租客的时候 本身的租客业主都要签租约 而且租约要打印花税 如果住宅物业的话 业主要报表格 叫CR109 这个就一般要做 而且每一个货税年度 业主应该申报 要扣到它的物业税 一般就是它的租金 扣除了适当的开支 如果是业主要给差强 管理费那些就会扣减 但有些可能业主 都没有什么特别支出 一般税局都会给20% 当是业主的支出 将租金等于八成的租金 去打回物业税的税率 一般现行就这样做 当然也不排除某些业主出租后 就不报给税局的物业税 你想想 除非租客举报 或者是某些人士举报 因为一般税局都不会主动 去测试每一个单位 究竟是业主截处 还是出租的 而且如果出租后 有没有报物业税 一般税局都不会主动做 除非有投诉 现在新的安排 整个地方租客就会有一个 租金的免税额 即是在货税年度 比如说是22至23年 变成是23年时 租客就要报 他能否得到租金的扣税的安排 一般我相信 所有的租客如果是适合条件 他都会上报 当然上报了之后 税局会否重视业主 本身有没有报纸业税 我相信税局都会有些安排 可以两边的 或者我们叫做抽查 看看是否一边有支出 所以要扣租金的免税额 另一边的业主是否真的 有报纸业税 相对上库房来说 他的安排是两边 可以夹得到数据 律师说新的政策 有利将原本的漏洞堵塞 除了可以减轻市民负担之外 亦可以逼使业主如实申报 如果现时就算有业主 门报纸业税的话 即是说到这个豁免新的安排 实施了的时候 业主就不容易门税 或者走了蜜业税 因为税局有机会两边 可以抽查回头 很多时候业主如果不报蜜业税 也有机会连租约都不会打印花税 因为打印花税也有个纪录在里面 可能是口头的一个租约 因为两年的口头租约是容许的 现在都可以 但是租客就会报回租金 作为一个免税额的扣税安排 就算没有租约 没有打印花税 而租客一报了的话 税局也有机会抽查回 另外那边业主 有没有填报迷业税呢 相信这个就会减少了业主 漏税或者漏报的情况出现 律师说若然是被发现有心门报的话 属于刑事罪行 除了罚款之外 还有机会被判监禁 如果税局觉得是蓄意隐瞒的话 就会告业主是门税的 试过有些案例都是说成功定了罪 那业主是要有罚款 其实最严重是可以监禁的 而且还要给他漏报了 或者少报了租金 而那个物业税 一般现在就是租金的15% 就是那个物业税 他少报了 少交了的物业税 最高可以三倍作为罚款 那些严重的 就是经常违规 很蓄意的话 不排除那些官可以判到三倍 那个罚款 就是让那些人做一个 就是阻碍的作用 就是想着偷鸡 就是博不知 那样 除了要对税局如实申报之外 也都要通知银行 单位的最新用途 律师说一般买家在购买物业的时候 一般都会申请银行按揭 以及申报单位的用途 而银行会因应单位用途作出风险评估 若然是用途变得高风险的话 银行就有权提高借贷要求 其实买家要如实报给银行 他买这个物业的时候 是用途 打算自己自住 还是拿去出租 银行一定会问 或者表格里面 都要求准买家 填写将会是哪一个用 如果是自用的话 相对于银行来说 风险比较低 所以银行的息率 相对上是最优惠的了 也可能借贷的乘数 如果自住的话 就去高一点的标准 现在有些手致的 可能某一个银马之下 已经借到九成了 就是打算是自住 所以如果准买家 打算用来投资出租的话 第一 银行就会觉得这个投资的贷款 相对上的风险比较高 因为如果经济不好 他可能这个投资就会放弃 所以银行的息率会比较高 而且如果是出租的话 银行借出贷款的比额 或者比例就会低一点 可能去到五成 可能有些去到四成都不顶 似乎是楼价 所以用途来说 对银行是一个很重要的 参考的指标 自住的话乘数高一点 利息就低一点 如果不是的话 银行有机会不借 如果你是投资的话 要看你的公款比率 第二可能就是说 那个息率会增加 除了要如实申报 若然在公楼之中 转换单位的用途 例如由自住转租 不到需要向银行提出 可以保障自己和租客 有很多情况我们看到 其实是有两种混合的因素 即是准买家原本想买来自住 可能交了楼后 他真的自住过一轮 把原本这个案件的单位 拿去出租 其实是可以的 不过他应该在出租之前 就向银行申请定 一个叫做 银行批准出租的同意书 或者他去到地产代理 差不多有 准租客都差不多 签得到租药了 那时候就要他申请 就算港元先未申请 其实如果律师楼处理租药 一看到有个案件的话 都会叫业主 就去银行拿出租的同意书 其实拿出租同意书 其实是保障两方面的 第一就是保障业主 因为他的案件 已经说明是自住的 如果他要出租的话 就才得到银行同意 否则业主就违反了案件 那银行是有权可以 因为他违反了案件条款 可以叫他一次过随环 国案结贷款 很多时候如果楼市升 都还可以转案 如果楼市跌的时候 业主也未必转案得到 所以这个是保障业主和银行 双方们的协议 另外一个保障 其实是保障租客的同意书 因为很多时候 业主有时供供一下楼 就可能会供不到楼断供 断供的情况之下 其实银行就会收楼 接着拿去拍卖 如果银行一早已经出了 出租同意书的话 银行就算业主不供楼 都不可以立即收楼 要等这个租约结束了 之后才可以去收楼 接着才可以下去拍卖 北角区发展成熟 民生配套充裕 在区内近年有不少的重建项目 不过都是以单堂楼为主 大型屋苑的选择相对不多 如果不介意楼零旧一些的话 大约三万七千元 其实都可以租到海警的三房单位 大家一起看看 最后的选择 屋苑的户型多 当中以大单位受家庭客欢迎 参观单位是三房 门口是客饭厅 分左右两边 属于比较传统的开迹 从客厅看出去 可以看到一些海景 景观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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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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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参加提劳团 想我们帮忙验楼 甚至上位托我们找铺 都欢迎电邮给我们 今晚的节目时间够了,再见 再见